今天最后一堂课了 那我讲最后一次 以色列 我们 基督徒 必须人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基督徒 几四人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但我们这边基督律 永无教会 大家看以后的牧师 能不能每五年拜一次 大家能够继续去 好 那今天最后课来讲以色列复国 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非常奇妙 为什么一个国家 灭亡两千年 居然可以在同样一个地方 在复国 那两千年这个地方已经被人家住了 为什么可以复国 来 请大家一起去看 来 我们从这历史来看 我们把这历史分成四个阶段 从亚伯澹开始 到真正的立国 然后立国又要到王国 王国又要到什么复国 复国又马上发生了中东战争 来 第一个 从亚伯澹到立国 这个中间只有九百年 九百年 我们知道这边是什么 托斯湾 这是乌尔 亚伯澹的爸爸带他们从这边出来 经过两个流域 到什么地方 哈兰 后来他爸爸在这边死掉了 死掉以后 换亚伯澹带他们下到迦南地 那后来经过亚伯澹以撒亚 亚伯澹后来到埃及为奴 对不对 后来从埃及怎么样 要出来了 埃及要到某地方 要到迦南地 他们怎么走 这样走 走走走到西南山平下来 再继续走 走到加利斯巴尼亚 他们叛子进去以后 说不好啊 不要进去 上帝说好不去没关系 你们就绕吧 就这边绕绕 绕38年 38年以后从那边走走走走到摩亚平 接着呢 约书亚 摩西就不能进去了 对不对 约书亚带他们进去 南征北花分土地 接十二字牌 接下去呢 就诗诗时代 诗诗时代经过七个循环 对 已经今天讲过了 那里面下一次就是要上诗诗记 这个也不讲很多了 里面诗诗记呢 结果六个主要诗诗 六个是要诗诗 一共三百五十年 三百五十以后呢 他们说我们叫国王 我们不要诗诗 上帝说好啊 你要国王就给你一个国王 给你一个扫容 从此就是以色列帝国从那边开始 有国王开始嘛 好 开始立国了 立国要到王国 一共呢 一千多年 好 扫容做完四十年 大卫做完四十年 索罗门做完四十年 以后就分裂了 分裂成南北国 北国跟南国 然后呢 就亚树这东西 亚树就起来了 亚树两百多年了 亚树起来后 他的地口这么大 有颜色这个就是 那但是呢 亚树又被巴比伦灭掉 巴比伦亚树被北国啦 然后巴比伦灭南国 这大家都是应该知道的 这个红色就是巴比伦帝国 好 所以把它转合起来呢 就是从帝国开始以后呢 扫大人 每个人做完四十年 到主权九百三十年 你就记得我们是九点半做礼拜的 就分开了华语堂跟台语堂 一个是北国 一个是南国 好 北国被亚树灭掉 南国被巴比伦灭掉 这就是我上次说给大家的 把那个国王给他整理的 在这里面 那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北国有十九个国王 每况愈下都是坏王 那南国呢 十九个王加一闽王 他是上仗下下有好有坏 那北国呢 跟南国最后国王 去民旗都不太好 北国就是赫西亚就死掉了 南国呢就西底下 两个就通通南国北国 就通了魅王了 廟游呢就被抓去 从那被抓 抓到大平去 南国被抓去了 接下来呢 波斯帝国起来把巴比伦灭掉 他经过两百多年 这波斯帝国这么大 波斯帝国起来 因为这个国王呢 他跟亚树跟巴比伦做法不一样 亚树是把他分化 巴比伦是给他吸纳 波斯王呢 让你们自愿回归 以前抓来的这些人 你们都可以回去 但是你们记得哦 你们回去以后 不管你们是建圣殿 不管是建庙什么 你们要为我祷告 为国王祷告 所以就让他们回去了 所以备如七十年以后呢 就开始回去了 第一次就是主权五三六年 首老八婆就带五万个人回去 在那边建圣殿 建完四年以后七十八年以后呢 第二次以斯拉再带一批人回去 属灵屋心 十四年以后 换尼西弥再带第三批回去 所以有三次归回 就从这边巴比伦 在这边一直两次把他带回去 把他整理起来就是这样子 第一次被读 第二次被读 第三次被读 然后被读七十年以后就回来了 不然就是建圣殿 以后到尼西弥结束以后 这边就是我们圣经旧约跟新约中间 四百年的黑暗时期 到这边耶稣降生 旧约就是马拉基寄到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中间虽然是黑暗时期 但是实践是进行的 那时候希腊帝国起来了 他把波斯灭掉 这个亚裔萨大 这话吗 不能说是通路士 亚裔萨大 这个简单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 现在是希腊时期 那这个亚裔萨大死掉了以后 他很年轻就死掉了 死掉以后就变成 主要是埃及跟北部叙利亚两个王国 一开始这个耶路上人这地方是多利玛 是埃及这边在管的 好 这边南国、北国 南、南、北、北、边 这边就是叙利亚这边的 这边是埃及 那开始是埃及在管以色列 后来这个西欧古王朝 有一个人叫做伊比芬尼 这个人他要下去打埃及 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 听说以色列没有给他好一点事 所以他打他打败那个埃及 回头就修理以色列 他就把猪肉放到里面的圣殿的祭坛 把它误会 这个就是伊比芬尼 那个时候那个祭司马拉利亚就跟他的儿子就起来 把他推翻叫做马加比王朝 这个就是把那个伊比芬尼推跑 这个就是哈斯莫尼王朝 但是慢慢慢慢到祖权63年 他们自己不合了 内户不合 结果罗马就派兵来 派蓬佩将军来 祖权63年就把马加比结束掉了 马加比王朝 后来就用罗马帝国来统治以色列这个地方 那这个罗马帝国因为他分成两个首都 一个在罗马 一个在那个拜占节 所以有两个时期 那这个罗马时期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派大西里来管理以色列 说他是一个分红网 这是当作罗马帝国人家 这绿子通通是他们的 那这个罗马在控制的时候 祖权祖后66年 由他人家就派变了 派变的时候罗马就派 维斯帕仙跟提多将军来 他就开始从加利伊那边一直来 平定平定平定 平定到耶路上的时候是祖后七十年 他把耶路上围起来 就把那个耶路上圣殿的 都给他推为留一道墙 只有一道墙 让你们看你们圣殿多厉害 建了六十多年的圣殿 我一下子都毁掉了 你看这个墙就知道 所以现在气以这 其实开始哭墙就是这个墙 他留下来了 好 那这个耶路上人被毁掉以后 我们就宣布他什么 网国 所以从那个扫楼开始立国了 对不对 到这边就亡国了 真的亡国了 但是亡国上面 你现在没有全部投降啊 有一下子什么 在这中间 亡国到辅国这中间 有一千多年快两千年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情 我讲给你们听 一开始他们有一些不服气 就跑到马萨大 在祖后七十三年 也被罗马给他推完了 给他拼地 这个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次有些去马萨大 他就在这地方 你怎么能够打到吗 打不下来 所以罗马就等下围起来 马萨大在这边 再围起来 不让他们出去了 然后呢 从这地方 从这地方 建一个沙 建这样子 他叫什么 叫犹太人的俘虏 每天 看那个沙 一直从那一直堆一直堆 堆到这边 这边犹太人看到这些 来扛杀这些自己的人 所以他们就不敢打 所以至少让他们慢慢 建造这边以后 在罗马兵要攻击的前一天 960个人全部自杀 就是马萨大 好 那后来 一百 如果130人又有一个人起来叛变 叫做拉克巴 但是一下就被平定了 平定以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地方 以色列改名字 改成巴勒斯坦 叫做巴勒斯坦 所以以后一直叫巴勒斯坦 叫到以色列复国以后 才改成以色列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 主播这个 这个就是 后来罗马就变成 吉斯坦丁 就是拜占底时代的 好 那主播六百多年 有波士人就来占领巴勒斯坦 那基督徒就被杀 被杀了很多 那六一年的时候 穆罕默德成立伊斯坦教 就是变成回教 但是回教来的 回教徒也来入境巴勒斯坦 这个地方回教 好 那1071年 塞尔助人占领耶路撒冷 而且他们禁止欧洲人来 所以教皇很生气 就刮到什么 十字均动争 就长达两百年 一直战争一直战争 这十字均一开始占领 但是又被站了 回教占领 这两个人占领占去 后来呢 十字均差不多 跟这个加起来一段 两百年 跟这个 回教的这个沙拉丁王朝 加起来一段两百年的时间 一直占领占去 好 1271年就变成 马姆尔克把那个退彎了 就是马姆尔克王朝 他有两百多年 但是接下去呢 这一段时间 他们开始鼓励 犹太人回来 这已经开始了 所以听说有很多人 犹太人他们有钱嘛 就开始回来买地 所以其实这个巴勒圣 这个地方 不是以色列人的地 但是他们已经有人 回来开始买地了 所以他们把握机会就开始回来了 那后来蒙古人 站在这个地方 那1517年开始突袭帝国 好 突袭帝国管了四百年之久 在这个四百年当初 就是以色列开始复国 就是这段时间开始 特别是因为什么 1917年 1914年 他四百年就是管到1917 1914年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以色列可以复国 这边听就知道了 这四百年当中 就开始要复国了 开始是这样子 开始的时候 十四年 黑死病 乌座的黑死病 好几万人死掉了 他们就说 一定是这个犹太人 罪魁祸首 所以就开始犹太人就被杀 杀了很多很多 乌座到处都被一直残杀 他就开始跑跑跑 以色列开始跑 那犹太人的恶行那边 听说被杀了一百万人 有人说是五百万人 反正大家到处 犹太人都被杀 他们就跑跑跑到欧洲去了 那在这个时候 189几年 就是接近1900年开始 这边以色列复国 从这边就开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犹太人都跑到欧洲去了 结果有一天 欧洲发生一个案件 结果那个案件里面 这个犹太裔的这个法国人 被判罪 法国人没有罪 这有一个人就不满了 那个人是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就跳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喝手和树 他就 他就两年又在写一本书 小小本的 叫做犹太人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到处被欺负 我们没有一个国家不行 所以他是鼓励大家 我们要成立我们的犹太人国家 我们要回去西安 西安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叫做西安主义 从此开始 1896年开始 然后这个人就是何树 他说我们一定要再次出埃及 回到西安山 西安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叫做西安主义 好 那1998年就开第一届西安主义大会 在瑞士召海里 赫耳朵就讲了 我们一定要协助我们的同胞 回去巴勒斯坦 重建我们的以色列国家 但是那时候我刚刚讲 是澳洲犯的土耳其国在管 他1517年管到1917年 所以这个还没到 那土耳其在管的 这个赫耳朵就信 跟土耳其正不假 所以我们想要回去那个地方 好不好 土耳其人当然不要 大家反对 那他这东西一直跟土耳其讲 一直跟土耳其讲 到1900年还是不行 所以那个土耳其一直不决定 那他就开始心动摇了 而且那些准备要趁回国的人 开始想 那我能够回国 可能吗 所以到第六届的时候 295票比178票 算了 不要回去巴勒斯坦 因为英国提出来说 你们既然回不去 非洲那边去乌坎达 你们去那边好了 现在结果好了 他们一想 以色列回不去吧 对不对 好啦 就回去吧 所以 295票赞人回去 所以整个西安主义 就瓦解了 那1904 这是1903年 1904年 隔年 这个喝酒就新闻一来 就死掉了 死掉以后 没有关系 接下去呢 更厉害了 出现三个人 如果没有这三个人 以色列今天不会买国 这是要留住一听 第一个人是赫兹 后来这个人是怎样呢 就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就是他 威斯坦 威斯坦 威斯坦第一任总统 那第二个呢 是鲁德福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物理教授 那威斯坦是化学博士 他是化学博士 他是物理博士 那后来这两人认识了 威斯坦 威斯坦就教他 你要去研究仿射线 结果他是真的去研究 研究院就等到诺贝尔讲了 等到诺贝尔讲 他的地位就升高起来了 所以就在那个上层社会 那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结果在聚会上 就正是这个人了 贝尔福 这个贝尔福是谁呢 这个很厉害 开始跟英国所相 后来呢 他又当海经大臣 后来呢 又当外交部长 那在当这两个的时候 会非常有疑似 好 就是三个人 这个威斯坦就是 伊伦总统 这个人 那他 那个 以色列的钞票 这个就是他 这等下慢慢会讲到 没有关系 这个威斯坦是化学博士 他也是西安主义的人 他就认识这一个物理博士 这一个 这个物理博士 他威斯坦就教他 你要去研究皇室的性质 结果呢 武后 这个是诺贝尔讲的 所以他就被 所谓那个皇室的殉章 现在高层社会 那这个牌子们也跟他一起 一起就认识了 这是这个贝尔 他这段时间在座所向 这个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做海军大臣 战乱以后 变成外交部长 好 那这个就是贝尔 那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德国他们英国战书 战书以后他去找威斯坦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个鬼滴南边次 然后呢 英国、法国 书被德国打着落花溜水 这个海 那时候贝尔刚刚才在断海军大臣 他就去找这法学博士 威斯坦说 你帮我研究一下 有没有什么炸药啊 结果他就跟他晃一个无边炸药 结果用这个炸药 就把德国干掉了 那后来呢 这个 英国就战胜嘛 英国战胜以后呢 他们就说 而且那个国际联合就把托鲁 把那个管制 托鲁在管的那个 就让英国管 那时候贝尔呢 又变成外交部长了 他当时候是在 他是海军大臣的时候 请乖子们帮忙 结果战胜 战胜以后他变成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代表英国要去办法勋章给 威斯坦 威斯坦说 不用 你不用给我勋章 你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回去巴勒斯坦 这样就好了 好 结果这个 他是外交部长 他就画了一个宣言 叫做 贝尔普宣言 他说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 为犹太人设立民主乡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会最妥善的鼓励 这是每个人讲都讲这些 后来我去查 查一下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 当时我拿一张宣言 这个宣言里面呢 一共有67个字 67个字呢 前面这段没问题 我们会帮助你维续 但是其实后面还有一段 还有段什么呢 要明确说明不得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 有这一句 但是大家有注意这一句吗 没有啊 其实没有 后来你知道吗 来 1917年宣言对不对 去年几年 2017年 100周年 11月2号 宣言的时候呢 这些巴勒斯坦的人 几个牌子 什么意思 贝尔弗 也是英国的原罪 就是英国这一通 贝尔弗宣言呢 害他们巴勒斯坦 没有地方住 就是这个 到去年100年 今年日之后 他们就怪罪英国 好 那既然已经宣言了 你们 我们会协助 那英国就打败土耳其 阿伦比将军 打败土耳其 进去了 他就开始管理这个巴勒斯坦 你看这个 就是当时候 他们打败以后 那个将军就进到这个 耶路撒冷的时候 相片 好 那既然可以进去 那这个歪子们 当然 趁机 他就带领一大堆 西安主义的人赶快回去 从1917年呢 有八万多人回去了 那到1920年呢 他就召开全世界的 西安主义 关键的一种主义